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各州州长以及执法人员召开视频会议 讨论如何维护社区安全 在过去的几天里 抗议者们在白宫外与执法人员发生了冲突 而历任美国总统做礼拜的圣约翰教堂 以及周围的其他的建筑都遭到了焚烧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采访了该教堂的主师牧师 牧师告诉美国之音说 虽然教堂被焚毁也非常的珍贵 但是毕竟是建筑而人命更为重要 在过去的几天警民冲突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都发生 包括在华盛顿地区 我们看到了在白宫前面拉法院公园的建筑物 它的公共厕所被火焚烧 现在是焦灰一片 此外在公园对面的有200多年历史的圣约翰教堂 同时也遭到纵火焚烧 圣约翰教堂还有200多年的历史 只是历任每一任的美国总统都会来这边做礼拜的教堂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上午11点就与各州的州长还有执法人员举行的视讯会议 来讨论商讨如何来保持美国各地的社区的安全 不过这个会议则是没有对媒体开放 那么圣约翰教堂的祖室牧师费舍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 他表示说他刚担任圣约翰教堂的祖室牧师才刚满一年 特朗普总统上次来做礼拜或者是来进行宗教活动已经是一年多之前的事情了 所以他还没有机会能够亲自接待过特朗普总统 那么他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他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圣约翰教堂被纵火的新闻 他就非常的着急 那么后来他也赶快来到这个教堂这边来处理后续的事情 不过他说教堂再怎么样子的珍贵还是比不过人命关天 我们来看一下费舍牧师是怎么说的 我们冒 palate情感受此处理 我们 actually knew that this was a total possibility 我们我们打算和诵不可能 but we knew it was a chance and I just think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hoever did this is not representing the majority of people who've been rightfully protesting something important which we support and that doesn't change our support in any way that this happened It's a building and as special and historic and really irreplaceable as it is 這是一個建築 生命更重要 然後我接著就詢問費審牧師 對於在街上的抗議者 還有對於正在處理這些抗議活動的政治人物們 他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們來看一下費審牧師 說他身為一位基督徒是怎麼看的 首先我們支持他們 我認為我的祈禱是 我身為一位基督徒 身為一位基督徒 而且我們要立即平穿任何處理人物 我們想做這個基督徒 我覺得深刻是有比紙的 我們要有比平穀 我們要對一位基督徒 我們要 Sach尼斯利 我們要控制說 我們要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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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 我們要做一個基督徒 這 Penny是個基督徒 我認為我的基督徒 每一次相當活動都是貧數 raf市長 所以我們要支持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发自白宫前的报道